台军汉光演习将于本月15号开始 继上周在演练时 台空军一架F-16战机发生机头吃土事故之后 今天开始重新恢复演练 与此同时台军中爆出一期丑闻 有士兵爆料台永顺军舰舰长和女士官 在舰艇上大搞不正当关系 引发舆论哗然 继上星期台军F-16战机冲出跑道 机头插土停止演练后 今天台军开启为期三天的恢复演练 机上挂载的雷射标定夹舱 第一次对外公开 另一边台湾自行研制的天宫三型导弹 多次在九棚基地试射成功 进入量产阶段 全案编列超过748亿元新台币 不过遇上美国对台军售 却出现了一些变量 台防务部门2022年预算报告显示 关于空军采购天宫三型的 台军陆基防空导弹系统案 原本规划要支出的110亿元新台币 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F-16型战机 远距精准武器筹购 约470亿元新台币 与高空无人机系统 约217亿元新台币 每年都有编列在一般预算里面 那今年突然间消失了 那我们开始就担心啊 这个消失的钱如果它没有的话 是不是我们整个预算就会停止执行了 那这个情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我当时在做熊山的时候呢 我们也被排挤 然后延后两年编列 此外台湾媒体今天曝光了台军的一期丑闻 报道称 台海军舰队指挥部门所属永顺军舰 是列雷排雷的主力舰 近日却有舰上官兵检举 舰长洪中孝与女士官 深夜在舰长室内关门长达三小时 大搞不正当关系 舰长是一般是属于舰长的休息 还有他办公的地方 平常一般的干部是不会进去 除非今天你有工作需要报告 你才会进去 对此台海军6号回应称 洪舰长设不当男女关系仪式 经初步查证部署时 女士官是维修公务计算机 才深夜滞留在舰长寝室 但监视器事后遭舰长误删 这个解释被网友质疑是越描越黑 根本就是毁灭证据 有台湾网友调侃说 计算机坏了还可以修 但台海军的形象受损可就不好修补了 花了这么多钱 到头来却沦为丑闻大本营 这是认真的吗 民进党上台这些年 台军丑闻频传 状况不断 但是民进党当局无心整肃军纪 却持续在军演和军构上加码 那对此各方如何看待 相关内容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张涛 好的 确实我们看到在F16吃土事故过以后 台军又继续开展演习了 不过根据台湾媒体的盘点 今年来台湾军队在例行演训期间 常发生意外事件 尤其是去年 发生了六起重大事故 造成了21人殉职 创下近十年新高啊 台湾民众党就呼吁说 说演习时都无法保障人身安全 如何能够让台湾的士兵安心呢 还有多少人愿意在台湾当兵啊 每一次事故 我们看到 每一次事故的时候 民进党都 民进党呢 都道歉了事 没有任何的作为 更扯的是 民进党当局如今又提出了 历年来最高的军事预算 这么多钱 又有几个能落在 保障阿兵哥的安全上面呢 真是可悲可谈 面对着民进党当局的 天价军费预算 我们看到 国民党明代 马文军就愤怒地去反问道 说军事预算创新高 就能够有战力成长吗 天价军费购置的美国武器 真的符合台湾的需求吗 有没有买到人家 太初听产的军事装备呢 有没有被美国人欺负呢 当前台湾军方除了迎合 民进党当局拼命花钱以外 更应该要强化部队的训练 和军纪才是 如今台湾的常备部队 以招募志愿役士兵为主 导致年轻人要进军队 也只会挑那些轻松的岗位 台湾中国时报就发表了 长篇社论指出说 说后勤 我们看到后勤兵额满 主战部队缺人 各军种连训的时候呢 还要去别营借人连训 海军舰艇要并船才能开航 花了这么大的训练资源 练出一群无用之兵 真有战士 岂不是曹菅人命啊 于这次 楼之兵 我们